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叫明华的男子呢 他原本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赵世仁 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在法庭上控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那么在那起交通事故中明华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 法庭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现在开庭 安 被告人明华到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今天在此公开开庭审理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明华犯故意杀人这一案 2018年12月16日晚上7点06分 在永修县江上乡交通村 小李组的一案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一名妇女被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一辆自主地区货车停在路上 这个受害人被链压在他这个货车的右后轮底下 事故现场沿路布满了生活垃圾和一条长达几十米的轮胎脱痕 经过了解 受害人就住在路边 是在倒垃圾的途中被撞身亡的 而这条拖痕应该就是货车拖扯受害人留下的刹车痕迹 初步我们看到是货车与巡转发生交通事故 而造成受害者的死亡 不过肇事的大货车司机却给出了另一番说法 说在他碰撞碾压这个受害人之前 看到好像这个人坐在地下 而且满脸失去 可能他会是不是一种 抱着逃避的一种心理 或者简直自己的责任这一块 去编造一些谎言 然而当民警对案发现场 以及肇事车辆进行了仔细勘查之后 竟然发现这起事故确实有些蹊跷 身体受伤不稳 跟这个货车的碰撞的高度不太有 受害人名叫江水晶 57岁 身高1米65 但是民警发现 肇事货车与受害人的碰撞接触点 最高处只有78公分 一个正常的过马路的情况下 他跟货车这种接触点 1米65身高那么不可能 最高点只有78公分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 大货车撞到受害人的瞬间 受害人并不是处于正常站立 或者行走的状态 从这个痕迹包括 这个货车驾驶员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就有所怀疑了 这个事故是不是事发之前 这个受害人 humili子 有所怀疑的 一直在做一种 人心 他们有所怀疑 这份脚侧 你有所怀疑 没有